高等教育基金局贷学金强制扣薪政策紧急喊停 教育部长马智里今天宣布 在考量人民所有建议后 内阁议决暂停落实强制偿还贷学金机制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高等教育基金局贷学金强制扣薪还债机制 引发大众强烈反弹后 教育部长马智里今天突然在社交网络推特上宣布 明年落实的定期扣薪制将暂时搁置 直到部门向所有相关单位收集意见和回馈为止 以找出最好方案 马智里随后在文告中表明 内阁认为民众的回馈是有根据的 因此重视民意的新门政府希望展业扣薪制 并找出对各方都好的方程式 他更嘱咐高等教育基金局必须重视和借贷者所签署的合约 不应该以这一套新机制要求所有借贷者还债 尤其那些已经表明不希望扣薪 但愿意每月按时还债的借贷者 早在教育部长宣布前 民主行动党社青团也敦促高等教育基金局 检讨贷款协调角色 纳入长远政治考量 重新检讨偿还对策 也是霹雳州宾如港区州议员的社青团团长李存孝表示 许多借贷者都是社会新鲜人 尤其城市生活负担大 强制扣薪制将对他们的经济和心理造成巨大压力 再加上新门政府早前承诺 月入四千以下的借贷者能延迟偿还贷学金 如今却收窄到两千令吉 已经严重影响新门信誉 如今的扣薪还债政策更是变相惩罚那些准时还债者 对他们不公平 他建议提供青年更多的还债选项 例如修法允许借贷者用公积金还债 推出更友善的扣薪比率 以及全额还债享有更高折扣等等优惠 而不是强行施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